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回来了 好 各位大家晚安哦 现在我们准备好了 不过他们怎么越多人在观战啊 现在两边是双开哦 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状态 所以说目前阿辉的直播也会把它打开 希望大家能看到更多人来看到我们的比赛 那我们选手会竭尽全力 来比赛 好 那确定该是没问题了 好 今天的比赛终于要开始 Delay个十分钟算OK啦 两边哦 语言的障碍但是我们的肢体冲破了障碍 好不好 OK GO GO CHECK OK OK LET'S GO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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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谢谢大家今天 來 一起来听我讲解啦 天花共 天花共 大家天花共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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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54321 GoGo 好 那麼現在第一場的比賽是由由依鋼鐵人 來對NOS 第一場比賽的地圖是破曉黎明 那麼第一戰的人選是Redstone 對NOS這位蟲族玩家 是一場蟲對蟲的對決 哇大家TSL蟲對蟲看多了 不曉得大家 還喜不喜歡這個對決呢 基本上這個對決相當的有趣 神主也是 雖然說大家很不喜歡 可能會常常去討論 希望看到更多不一樣的對決 但是 我是覺得 每個對決 都有他迷難的地方 大家不想看可能是因為 他不是你 使用的種族 當然是你 就對他當然是興趣缺缺啦 不過呢 各個種族的對戰當中呢 都有他的一些 一些邏輯在 如果你了解那種邏輯的話 也可以把這個邏輯 應用在 你自己本身對其他種族上的邏輯的理解 這樣子才會強 無論是在地形上面或是在 時經典上面做出的任何的攻擊 這波攻擊能不能有效 就在於你的邏輯還有你的理解 好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地圖出現在地圖 1點鐘方向紅色的蟲族 這位是 由於鋼鐵的二軍 RESTONE 好現在看到畫面中7點鐘位置這位藍色的 蟲族是來自NOS戰隊的 AR DDO 這名字有點難唸 我不會唸 簡稱 就是DDO 好了 好這位他把他炸掉兩個 這個瓦斯 偷兩隻龍之後再蓋下 這個VS 那麼REST這邊選擇的是一個裸霜 好現在 NOS這位的蟲族玩家呢 好 做6條狗 6條狗 後面再接8條狗 這要ALL IN嗎 哇 你認真的 哇真的認真的 來看一下瑞士這種視野 他看到一堆這個工兵 一堆工兵看到了好沒問題 那麼現在的瑞士這邊呢 就要特別小心了 看看怎麼應對 其實弗化手可以炸掉了 沒有沒有 哎唷唷唷唷 這隻工兵 就尋了 喔看到了嗎 來看一下 第一場就來這麼刺激了 就逼我這麼早放廣告喔 哇 好現在 工兵往後說 這個東西ALL IN來了 這是變形的RUSH 那你看他這邊利用一個極框 喔對決了現在感覺 瑞士這邊 危險 啊 啊 感覺快掛了喔 喔 那你 那有可憐的事 不過這個第四塊好了 好的 工兵管出來 還是要再等一下下 好不要急不要慌 再等一下下 好瑞士 好第四 砰 好 你還不插嗎 插上去了 不過現在瑞士現在又換他ALL IN了 可以打空打這一隻第四喔 小狗小幽 這輩子守住了嗎 但所有群群 這也太快了 我打從這輩子就沒這麼快過 當然我身體很強壯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 好來 等待下一場 看法 почему 仙趕無在 集団 是 BitTurboCore V2 Processor Get Pure Command Power with the Easy Shift Button Duplicator Get Pure Atmosphere with a 16.8 million color lighting system Before you get your hands dirty Get Pure Rocket Cone Pure Core Performance Gaming Mouse BitTurboCore V2 Processor 好的,我們又回來了 這個廣告非常的短 但是也相當的快 一方面也不想浪費大家時間 也可以看到好看的廣告 好的,那麼第一場Z比D這一場 對手採用一個 12BS 然後炸兩個 它是炸兩個 瓦斯場 然後多兩隻工兵 然後踩到200下 這個BS 然後再接9隻工兵ALL IN 好,第二場地圖是 歐哈娜天梯版 那麼是WCS的版本 那麼是由第一場Race Stone 我們有異鋼鐵的二軍 來對 NOS這位派出的人類的玩家 這一場是一個Z比T的對決 好,那麼 大家可以 想一下剛才那一場 我們現在我們的隊員 大家剛才看到 又在互相討論一下 Race 他最近晚上也是練得很兇 那希望他能找到練成 大家太過分了喔 為什麼我有看到 這個 大家這個 在討論的時候 我是一個很快的男人 這個不僅僅侮辱我們男人 也侮辱了很多男人 你知道嗎 因為我自認為跟一般的男人差不多 對不對 那表示說 對不對 我如果很 對齁 又沒有講什麼很快 我幹嘛跳坑 不要再害我了 不要再害我了 大家都是好朋友 千萬千萬不要害我 好,那麼第二場 這一場仍然在等待當中 好的 繼續等待 那我也休息一下 我應該要一個 三四分鐘的廣告 這樣比較 要 好不好 才不會 等很久 不過他們在等他們的職況主 是NOS BRAKE COMMAND 好的 那麼已經加進來了 那麼應該 比賽 就馬上要開始 基本上剛才第一場 已經沒什麼好講 所以是一個戰術的選擇 那麼 瑞士的妄仇呢 看到第一時間看到 對手拉出大量的農民 想要跟瑞士一絕生死 好,那麼 瑞士這邊細節也不錯 一方面公民也在看 到底能下第一次 另外一方面呢 利用自己疊 疊金礦 造成 就變成說 小狗 的攻擊面積變小 然後小狗每一次攻擊 都會攻擊到不一樣 不同隻的 工蟲 我意思是 瑞士的工蟲 它會攻擊到不同隻 所以瑞士的工蟲 它可以存活比較久 好,現在目前 第二場比賽即將開始 是由於鋼鐵人 針對阿諾伊斯的比賽 那麼 剛才第一場 是由於鋼鐵人的二軍 瑞士凍 贏了第一場 好,現在來到第二場 地圖是歐哈娜 好,那大家 來觀賞一下 這個 兩邊 會有怎樣激烈的碰撞 激烈的碰撞 就是 比賽的精彩度 大家不要亂想 為什麼我總是自己喜歡跳坑呢 好,雙方都很有禮貌 開的時候打出了GG 就是Good Game GL Good Luck HF 很棒 希望這場遊戲 是一個有趣的 對抗 突然間想個詞 我想這麼久 好,現在介紹一下 點位 大家目前現在看到畫面上 這位Royce Stone 就是由於鋼鐵人的二軍 出現地圖的 系列中方向 紅色的蟲竹 紅色的蟲竹 剛才是1比0 目前這一系列1比0 好,那現在畫面 畫面看到這位藍色的人組 是來自NOS戰隊的 這位韓文 的選手 韓文斯 有點難念 我也不太會念 人類玩家門口 欸 這邊放下了一個 狐狸戰門口 再放了一個兵銀 有打算2BB嗎 應該是沒有 因為它是一個正常的 正常的開局 好,Royce這邊 沒有意外 應該是一個十五輪 補到 再補兩龍 再放下 BS 是一個正常重組隊 人類的開局 好,現在 是一個2BB 2BB開局 那Royce這邊 這個 蟲 剛剛講而已 他果真 就要出發 看對手是怎樣開局 好,來 再來 根據自己這個蟲 所 偵察到的 這個情報 來做應對 好,現在 人類這邊 那麼 兵銀已經完成了 好,現在Royce這邊 這隻蟲蟲 還很容易在找 這個 兵 可能放在哪邊 好 現在看到這隻工兵來了 好 現在Royce這邊 再佔一個監視塔 好 這邊要看看東西 好 這邊 好,放下Bunker 好,現在Royce這邊要拖龍了嗎 拖個龍嗎 好